人生玻璃189 我愛的人不愛我 大家好 歡迎收看夜市的甜點 我是男的孔 想必大家現在也是經常在逛夜市 在裡面會遇到一些甜點 都是用炸的 因為比較方便 比較快速 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之前教過的 炸地瓜球 怎麼有點緊張 太久沒回來 像地瓜球之外 還有像雙胞胎 南部常見的這個北藤貴 你有沒有吃過北藤貴 沒有 他就是 學統純正的天龍人 連看都沒看都北藤貴是什麼 我們下次教一下 下次我們就折起來教 今天剛剛要帶大家一起來學 一起重現的這個 就是你有時候覺得那個東西 喝起來就是這樣 可不可以有點新的變化 那個東西很常見 一起來做這道 夜市知名美食炸鮮奶 我好久沒回到這種事 他們兩個都不拍手啊 好好吃啊 你不是沒買過 天龍我都知道嗎 南北大戰 南北大戰 炸鮮奶的顧名之意 材料一定要有什麼 鮮奶 好爛 這個有什麼 好問大家的 牛奶呢 我們還是需要讓它多一點甜味 我們就把砂糖加下去 那一定下面會有一些粉絲問我說 那南北大戰 如果我選的是蘋果牛奶 會怎麼樣呢 那你不是炸蘋果牛奶啊 這很好想的 接下來就是我常講的 沒家香草紙醬的人 不一定是壞人 但是有家的人一定是什麼 好人 那我是什麼人 我就多說了 玉米澱粉 開下去 準備個鍋子 然後把剛剛我們這個牛奶鍋 給它倒下去 開火喔 這個時候呢 大概中小五就好了 要一直攪拌喔 有點像在煮卡士達一樣 跟它底下焦掉 因為有玉米粉的關係 它開始慢慢混化 味道其實滿濃的 什麼味道 你說現在的味道嗎 就是乳臭味 有一個乳香味 但是湯口一定要說是乳臭味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它還沒有乾 好可怕 那下面一定會有留言說 那拿它咕嚕果乳糖不耐 這怎麼辦 妳可以 妳可以看下一集了 妳可以這樣 妳看妳看 開始的餃鍋 它那個觸不及防 馬上就來了 這個時候要攪拌快一點 就變牛奶的麵糊 這個濃稠度 這個濃稠度 濃稠 不容易啦 很像醬醬味 欸 春年 欸 春年 欸 你好像是白嫂上那個 這個你掉下來了 沒有用這個 像這樣用這個年 這個不告訴你 年到2088都不會跳 好 那我們這個時候呢 準備一個方形的東西 然後把它倒進來 把它平糊 它表面像會這樣子凹凸不平 是正常的 反正我們最後會倒扣 看起來就會很平 這一碗奶糊 是這樣講的嗎 好像許乃琳的地 奶糊 許乃琊 好爛喔 什麼好爛喔 笑不好 我覺得我剛剛的 比這個好多了 奶糊我們只要把它放到冷藏 冷藏一個小時它就會變硬 我們就可以即刻來炸它 經過一個小時呢 你就會收到這樣的板豆腐 我們就來分切它 看你喜歡哪 你喜歡粗一點就可以粗一點 大概這樣子一塊 你會看得到裡面 有一點香草質這樣 這就是我們真心的證明 我切的算是大塊 你可以再切小塊一點 那沒關係 自己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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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吃的就是 切得這麼大塊 等一下我們就是要來準備 它外面那個炸的這個表皮 如果你之後有想要加某些 蝦捲啊 或者 甜蜜羅 炸蝦 都可以用這個配方好不好 我們準備兩顆雞蛋 蛋液準備好之後呢 我們煮過一鍋 這個是麵包 各大量拌店 皮疤都買得到 拿一塊牛奶起來 我們先滾一輪 現在要沾一點點 接下來呢 直接浸蛋這個 大概滾一下之後呢 然後這個時候 減少手去直接碰到 牛奶乳的次數 你用滾的用傻的 因為你在摸呢 它本就會被你摸掉 最後拿上來說有沒有 抖一抖 把多餘的抖掉 身體不用抖了吧 看了就覺得不像這樣 好賤喔 我就覺得 你抖沒有什麼可看性 我剛剛也很想要 用力抖出了什麼 但是好像沒辦法 你看像這樣子 這個就是很完美 Perfect 那華麗盧拿大控呢 就是會想要做一點 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在牛奶糊裡面呢 加了5克的抹茶粉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鳥哥頭上的顏色 喔~~ 這個是什麼的顏色 原亮的顏色 不是 他講的 他講的 原亮的顏色 熱一鍋油 然後在油的 溫度大概是150到170都可以 那最簡單就是 你拿一個木製的筷子 丟下去看 有點起泡 但我們第一塊 就是試炸一下 溜滑滴 噓 噓 噓 perfect 然後這道就是 金黃酥脆就好了 欸 這個時候兔子真的很餓 這不是周式蝦捲嗎 菇味 菇味 哇 謝謝大家 好好吃喔 準備這個稀油麵汁 立一下 立一下 喔 為什麼那麼漂亮 本節部這裡剛的東西 永遠都是炸出來的 核花酥 屁股 哈哈哈 第一個是試炸 啊你知道試炸之後呢 我們之後就不要羞軟了 來了啦 啊但是呢你要給他 就是喔 室友之間還是要有一點 生存的空間 欸怎麼有一個 露的香味啊 到底是哪裡來的 哇 裡面有花枝牌 有花枝 對 花枝牌 有花枝牌 哇 哇 好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太深 就是金黃色就好了 你最喜歡的顏色 我想要炸小塊 這個明天就拿來炸那種 紅龍雞塊 好可愛喔 羊羲豆腐 哈哈哈哈 雞光餡餡餡餡餡 哈哈哈哈 這不是雞蛋豆腐嗎 完成今天這一道夜市知名美食 炸鮮奶 好我自己寫的我自己 沒有人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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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請沒有吃過的天龍仁多多 哈哈哈哈 等一下我剛剛在吃肉乾 哈哈哈哈 那我拿小塊一點的 是不是很特別 鮮乳咧 鮮乳啊 你會吃到牛奶的感覺 要吃到蛙汁啊 還是雞蛋豆腐 甜的 甜的 你看我們在切的時候 它其實很Q 可是它經過炸之後啊 它會變成裡面會有點入口 後面先來了 變成卡士達的口感 然後外面是脆的 很厲害 我覺得這個難怪有些人會吃 難怪有些人會吃 因為它真的是 欸 才對喔 這樣有一個葡萄一樣 就是煉乳的味道先跑出來 可以 就很好吃 嗯 好酷喔 你也一直吃欸 今天你不學炸牛奶 真的 我告訴你拿那口 我說我真的帥 在外面那個麵衣 慢慢就要選起來 好貴喔 哈哈哈哈 那個麵衣太好吃了 拿豬皮一百大 你說清冰香 我就是帶這兩個東西 那個蔥整條喔 然後菜瓜整條拿來炸 今天拿來完整 重現了這一道 夜市常見的甜點 炸鮮奶 其實不只台灣有 像香港啊 還有像西班牙 居然也可以搜尋得到 類似這樣的甜點 那如果你對一些異國的甜點 也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跟Nanako說 我們有機會就可以來拍一下 教學 跟大家做分享 別忘了我們有個 hashtag to nanako 把你炸的鮮奶 分享給大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很像麻將耶 人家是巧克力的 喔 也很像 你看人家多浪漫 對 我就是粗俗 我就是死台灣人 好不好 死難不小孩 不要脫台灣人這樣 是我自己的問題是不是 我是一個死男阿口 怎麼想 真的想到 賭啊 嫖啊 喝啊 酒啊 酒色才氣啊 我在錄那個PR那一集 我那邊走 跑來跑去 我那邊那一集 腳有夠強壯 別讓腳也不像 欸他幹什麼 我一直這個 他不是說烘焙宅嗎 對他烘焙宅 他在玩火 你不是也幹過他嗎 我看他一個塔圈 那這樣自己都下來 我幹來幹去對不對 好久沒見面 怪怪的 他幹你什麼 你幹他這 你要把他幹回來 終於叫幹回來 你剛剛好直接 真的好直接喔 你剛剛講到那個感覺 我 終於跟他幹回來 而且 明明就是人家 話在那個時候 他叫做女生 幹回來 不要要切齒